來啊 嗚 好棒 好棒 鐮刀砍島芒草象徵工程即將開始 台東資本第六公墓7月23號 舉辦了追思園區第一期工程動土典禮 卡達地部部落族人用背男族傳統儀式 向祖林禀告祈求施工平安 也希望追思園區未來 能繼續延續部落主林文化精神 這個第六公墓開工 牽扯到我們整個部落 所有的祖先以及現在所有的家族 那按照部落的關係 我們就是由普林奧 有拉罕來這邊跟祖先報告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文化最重要的一個傳承 一個延續的一個基地 然後不斷的抗爭 不斷的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那今天走到這一步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意義很重大 可是並不代表是結束 2010年9月台東施工所以開發觀光為由 在沒有經過與部落族人溝通協調的前提下 將第六以及第十公墓強制簽葬 族人痛批施工所藐視族群文化 以及末世原基法規定 多次走上街頭表達訴求 更與警方爆發了嚴重衝突 雙方經過多次的協商之後 終於達成共識 將第六公墓改建成為追思園區 這一路走來雖然辛苦 但是族人更希望追思園區這塊傳統領域 能盡早歸還給部落管理 部落認知為說這個是我們的土地 那可不可以到追思園區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持續把傳統領域這樣的一個訴求 持續的表達 那所以 部落還是會在這個區塊繼續努力下去 目前只剩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土地的變更的問題 因為目前這邊還是農木用地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公告了 公告這邊確認為環保自然障區 但是後續所有的建設 它還是牽涉到所謂地幕的變更 族人希望公部門能尊重原基法精神 以及族人意願 將傳統領域歸還給部落 新政府是否能在八月一號總統道歉之後 落實土地轉型正義 族人們也正在觀望與期待 記者文教授台東市採訪報導